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一开始就开挂直到剧中 欺负女主的不久之后都会被女主亲自用智商密压收拾 最后领盒饭走人 观众的呼声也从一般公斗剧的心疼女主到这部剧的女主牛心 整个剧情也非常的紧凑 照大家的话说 就是一集演完一般公斗剧四集的内容 真是大快观众心 这部剧也不妨演技好的演员 比如蛇诗曼 其兰 念人就都是口碑很好的优质演员 比如蛇诗曼 在这部剧中从温暗的贤妃到黑化成为皇后 整个演技都十分自然 不仅让人惊叹不愧是精致预念的女人 但是其实一开始 蛇诗曼是不准备接这部电视剧的 从采访中得知 蛇诗曼一开始就拒绝了余正 找他拍演戏攻略的请求 因为自己的颈椎有伤 而一般型工具的投尸都很重 医生已经不建议 起演此类的古装片 要求休息一点时间 但出自对蛇诗曼的欣赏和职责的契合度 余正没有放弃对蛇诗曼的邀请 在一段时间后 再次找到蛇诗曼 说保证这次引起攻略 剧中的投尸不会很重 只会是一个小的啾啾 其实蛇诗曼也没有搞清楚这个啾啾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余正一直在强调非常的轻巧 保证不会对警察造成什么伤害 其实 最终让蛇诗曼接下这部剧的原因 除了啾啾 还是因为剧本和角色的吸引 因为这个角色是他曾经没有尝试过的 从最初的不参与后宫纷争 到后来的逐步黑化 角色的跨度和鲜活都深深的吸引了他 最终决定打印于争 接下这个角色 不过根据播出的效果来看 蛇诗曼果然没有选择错 大家都对蛇诗曼的表演很是满意 网友都纷纷期待 嫌妃快点黑化吧 期待于女主的护思 那才是大戏开始